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外公 因为他很早就过世了 但是当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就常常把我抱到腿上 告诉我外公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 妈妈告诉我外公的名字叫做吴福之 在日志时代他是很有名的书法家 但是当我一天一天的长大 我发现除了我们的亲人外 几乎没有人认识外公 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为台湾做过什么事 他快要被这片土地遗忘了 于是我出发 四处收集资料 试着基督他光辉的过往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 当时的他在练习的那个 这是有日本老师 对 犯了绝症像这个 以前你爸爸生死了 对着这样后面有个人叫他学习 他用紅的 他的導師 因為有聲音比較好 是他的練習的 練習的時鈴 所以現在怎麼搞見的 他寫了 因為知道是老師 這個老師寫得拼 他有時候寫的 練習的身體字都是這樣 他寫的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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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書法家葉新潭老師 所撰寫的論文中所提到 在日治時期51年中 在台灣地區通過文檢的書法家只佔11位 而台籍書法家只有3位 分別為吳福之 贏德群 以及蕭琦中 可見文檢的困難度極高 這位非常難考 我們現在看 到目前為止 就是那一輩 日治期成長 那一輩的台灣書法家 其實書法成就最好 是李老師的老師 陳丁騎先生 可是陳丁騎先生 他沒有考過文檢 因為他後來放棄 其實是很難的 那你外公其實可以考上 而且是台灣人第一個 其實是 他有一個歷史地位 那他可以考上 而且是第一個 其實他們都差不多時間開始準備 所以最早考上那個人就是最厲害 你看蕭琦是從前後七年 差不多 他1935年就是開始 那你外公也差不多 1935年差不多 我們是從他的資料看 他1935年開始 全新投入 而且他考 然後他考七年 那你外公是1945年 好像長到兩天 所以那個時間其實是縮動 他在日本的時候 我媽媽剛好壞我 他叫你的阿嬤說 他在日本學書法 有他叫 叫他要那個日本房子 他要蹲著 肚子這麼大 要認識學書法 好好的認識 他相信他很聰明的孩子 你一定很好 因為他是農家子弟嘛 他以前是說 大面子是長腳嘛 他剛才都在家鄉 所以他都還沒學 所以 國小畢業後 他要考試沒學 才要怎樣 他有一個表哥 他說 我說 夜幕 他就跟他 幫人家做 做一個 做椅子 給他錢 他還用梯子給他 他帶他 他帶他 帶他 用梯子給他 載到台中師範 那個國際 在大門口 人家看到 說他做椅子 會給他 拍他 拍他一個 給他趕快 這是我聽那個 那個叫阿嬤伯 夜幕就是阿嬤 我叫阿嬤伯 那個在聖宮 那個 另外公園 在那裡做船長 他們家 我在那裡吃飯 跟阿嬤伯做會吃飯 他說話聽 那個 那個豐原宗學 那個學校 是他跟一個 一位校長 王菊 他是教主人 兩個去奔跑 因為那個豐原教職 只有女孩子在讀 招生人數都不夠 女孩子差不多都國小畢業就很好 後來未來 所以要讓那個學校成立下去 還有不要讓男孩子 希望進學校的 就沒有學校讀 所以去奔跑奔走 然後成立了 本來豐原價值 變成豐原初衷 那時候突然很高興 就開一個 慶祝會 就在我們家裡開 我就是那時候 那一次 我看見外公喝酒 喝得很醉 還很高興的在那裡跳舞唱歌 我只有看過那一年 所以跟他平常嚴肅的形象差很多 對 那時候日記時代 那時候日記時代 當然有意義文 對 那後來光復之後 是不是開始 當時政府就開始推行國語嗎 那外公怎麼樣度過那段時間 我曾經看過他的日記 他每次講習 薄薄薄薄薄生生 他很認真的一直備 我跑去歌樓看 我看見他以前看的那個紅樓 好大本 他就一直看一直看 看來不會有自己查字典什麼意義 他就馬上在旁邊寫出來 什麼意義 什麼意思 這字典的第幾個查到